唐朝,道宣律师,中国佛教八个宗派,戒律是个宗派,律宗,律宗的初祖就是道宣律师,这些道宣法师。 他曾经说过,凡是有女子的世界,必有地狱。 那么换一句话说,没有女人的世界,他六道里就少了一道,没有地狱。 那有女人的世界,一定是有地狱的。 这个话说的意思很深啊。 佛在经中呢,有此一数。 从前女人苦难多,中国印度均如此。 那么今天社会开放,男女平等。 学佛有成就者,手推在家女众。 在北京,学佛的人都知道,有个老巨师,老菩萨,黄念族老巨师。 那这是我们这一代当中,修行人在家的大德,成就非凡。 在出家人当中,找着一个,找不到我。 找不到我。 在那个时代,弘阳,无量寿经,汇集本。 在海外是我一个。 在海内,过内也只有他一个。 没有别人讲证。 所以我们见面非常欢喜。 真的,志同道合。 他告诉我。 他告诉我。 在过去。 一百年前,这不顺眼。 一百年前。 越是过去。 越是过去,环境就越好。 中国,中国人懂得教育。 重视教育。 小孩一出生,就要注意教他。 让他养成习惯。 好的习惯,他一生不会改变。 养成我的习惯,也佛若是。 所以点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 古人修行,成就得多我。 那一百年前,就算是净土宗念佛往生的。 出家南中最多。 出家女众,其次。 在家修行的男众,摆在第三。 女众是摆在第四。 现在这个时代不然了。 颠倒了。 什么都倒过头来了。 现在出家修行政国,无论是出家在家。 往生最多。 往生最多的,在家女众。 在其次的,在家男众。 在其次出家女众,出家男众,摆在最后。 换一句话说,很不容易往生。 你要问问为什么,不必问原因。 你细心观察。 现在的出家在家四中的结果。 你就看到了。 所以今天社会开放,男女平等了。 说佛真正有成就。 手推在家女众。 在家女众要不要去出家了? 一出家了。 大概往生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。 那这些道理我们不必说。 诸位,在眼前,你亲自看到。 你亲自听到。 那什么原因? 真正修行,如理如法的道场。 少了。 少了。 没有了。 我这一生呢,一个都没看见。 只看见一个禅宗道场。 香港生意发生的。 我去过一次,亲眼看到的。 。 还像古时候一样,每一天参禅作相。 。 有四十多个出家人。 南中道场。 有四十多个出家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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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少灾,少难。 没有真正修行人。 。 这地方灾难就多。 有五十多个出家人,而是哪些人。 有四十多个出家人。 还有四十多个出家人。 谢谢观看